十年是时间的跨度 人生的刻度 也是衡量家乡变化的尺度 他是《甄嬛传》里的方纯艺 他是《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 他是《锦衣之下》里的《原金夏》 他就是卢州及优秀青年演员谭松韵 一生传名 城市的夜晚就热闹了起来 十年拼搏不复青春 回顾十年正是他演艺事业 出入头角到如火如荼的十年 10月8日谭松韵以游子身份 系数老家四川卢州的十年巨大变化 谭松韵用对比式的手法 从四个大方面来详细介绍了 家乡的十年沧桑巨变 浓豁的香气依旧浓郁 藏在集装箱里 货车在两岸穿行 把乡村的硕果送往四方 曾经哭啼的孩童 现在风华正茂 放学的公交驶过大桥 窗口映出他的眉眼 清澈而明亮 原生真的好温柔 代入感超强 谭松韵都声音温柔且治愈 仿佛有一种魔力 能让人静下心来 温柔的声音中 想念那条江 想念留在故乡的那些人 想念永远过去了的那些时光